热米煮熟之后 大家一起把精心调配的馅料包进粽叶 最后放入蒸笼准备进行最后一道程序 每次队伍都卯足全力发挥巧思 就是要展现最好的料理分享给大家 这里是一年一度的瑞穗包粽比赛 浓浓的粽香让现场充满端午佳节的欢乐气氛 今天超级热闹的 也可以看看其他队 他们如何制作端午节 或许有一些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一些食材料理之类的 其中还有参赛团体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研发原名食材入菜 例如赤葱木鳖子等 也让肉粽的风味菜色变得更多圆 那我们齐美春是一个原住民部落 所以我们特别准备了一些原住民的食材 包含这个木鳖果还有赤葱 都是我们原住民部落常常看到的东西 我们想要利用这些食材展现 我们今天种植比赛的特色 让大家认识原住民的食材是多么的美好 可以感受到那个粽香到处飘的味道 每个参赛队伍都非常用心 然后特别看到我们原住民食材都入菜了 我们的木鳖果 已经还有我们的赤葱 其他的队伍也非常摸前叉长 希望能够都得到好成绩 第二届包粽子比赛首次来到刚落成的 瑞美风雨球场 现场也齐聚上千名在地居民热闹非凡 提倡就是各个社团可以发挥他们的创意 那所以我们就会有看到 会有客家的粽子啊 那也会有原住民的粽子 那公所现场是有准备小礼物 就是你宣导这边传武官 我们就会赠送你一个小小的香包 让你带回去做纪念 假如说太靠近了 大家都挤在一起嘛 我们就提前做端午节这样 公所表示这次的活动共邀请10个团体参与 其中包含园民客家以及闽南等 因此赛事也显示各种不同风貌 显示瑞穗在地的多元族群文化 期待透过料理的切磋 分享族群特色 女士新闻站到beats和瑞穗 才有报道